中东地区这种柔杂了 这漫长的宗教民族冲突的政治冲突 极其难解 中东国家意图摆脱这种无解的困局 引入制衡美西方的强大力量 是其希望和意图 世界要以更快的速度向中国倾斜 西方是搞这个结盟 我们是朋友圈 我们在这里处合同时在发展经济关系 中国和中东的文明如何进行交流互建呢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 也读懂世界 2022年的1月 新年一时 中东的六国外长就相继来华访问 也让外界感受到了中东外交的一番新气象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番新气象 我们又怎么来理解中东外交的新突破呢 今天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张维维教授 欢迎 同时我们也欢迎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特评研究员 邱文平老师 欢迎 好 首先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邱老师 稍后我们会开启现场对话 有请 今年1月 短短几天之内 六个中东国家外长 借俩访问中国 是前所未有的场景 而且是在美国所谓的民主峰会 和北京冬奥会 将召开的间隙发生的 来访的时机和内涵的意语都十分微妙 值得我们做一番比较深入的解读 王毅外长说 海湾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悠久文明的三大代表 同中华文明等其他文明一道 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文明谱系 其实他们各自背后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朋友圈 沙特市阿拉伯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领头羊 是逊尼派占多数的阿拉伯国家民上的盟主 土耳其近来和中亚国家将突厥与国家联盟升级为突厥国家联盟 隐隐然以突厥国家盟主自取 他们的民众的主要信仰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 而伊朗一直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大本营 是什叶派名副其实的盟主 近年来从伊朗 伊拉克到叙利亚形成的什叶派的新月地带 是美国沙特和以色列的噩梦 因为两亿联合之后就会形成什叶派强大的人口和地缘优势 其辐射能力会不断外延 叙利亚内战 野门内战和卡塔尔对沙特的背离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所以说我们要理解中东地区的复杂局面 难以回避宗教冲突的漫长历史 说许多人询问我 逊尼派和什叶派什么区别 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解释一下 否则很难理解沙特和伊朗无法化解的仇恨 伊斯兰教创立以来 穆罕默德去世之后 伊斯兰教就因为对教法的不同阐释发生了分裂 逊尼派和什叶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逊尼派认为阿拉伯帝国的四大哈利发 都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 而什叶派则认为四大哈利发中只有阿里是合法的哈利发 因为他不仅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养子 还是圣女法迪玛的丈夫 他直接继承了圣意的血脉 具有天然的法统 而否认了其他三位哈利发的合法性 这就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就算是在和基督教世界千年战争中也未平息 伊朗继承了波斯帝国什叶派的传统 加之波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天然的差别 和沙特的敌对关系 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历史的延续 是内部宗教战争的现代回响 很难在短期内消灭 第二点我们就要看到 世界局势的变幻莫测和美西方对中东格局的操弄 导致了中东地区各国都处于艰难的处境 伊斯兰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安全感 沙特等海湾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 对伊朗有很深的敌意 上个世纪的两一战争 近年来发生的也门内战 背后都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战争的背景 而叙利亚内战则是伊朗沙特和土耳其都深度参与 涉及到伊朗和伊拉克扩张什叶派新叶的敏感问题 加之美西方和俄罗斯的插手 形成了错综复杂 异常敏感难解的困局 更为头疼的问题是 美西方扶持了以色列 在中东地区添加了新时代十字军东征的特色 为这个地区火上浇油 完全符合美西方一直以来 让富有资源地区处于混乱之中 分而治之 从而一翁一翼的殖民主义政策 自然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感 其民众激烈反对的也不在少数 最极端的就是本拉登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高举着反帝的旗帜 自然在政治和宗教双层层面上 成为美国和沙特的死地 其绝不屈服的态度 已让美西方极为头疼 而土耳其的二端 在平息了美国操控的军事政变之后 转向了宗教回查的外交政策 强力打造突厥国家联盟 意图建立一个以宗教和族意为主导的国家 落入了亨平顿土耳其是天然的 伊斯兰教领袖的预言陷阱 他亦反过去清美的传统 强势对抗以色列和沙特来聚拢伊斯兰世界的民心 不顾美西方的反对 引进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以难民要挟欧洲 四处输出犯突厥主义等行为 让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十分不安 通过对这些国家困局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发现 中东地区这种柔杂了 漫长的宗教民族冲突的政治冲突 极其难解 而在美西方以实力为基础的 弱入强势的国际从临法则的主导之下 又加剧了冲突的复杂性和对抗性 中东国家意图摆脱这种无解的难局 引入制衡美西方的强大力量 是其希望和意图 接着我们要重点谈一下 就是中东国家此次集中访华 具有清晰的象征意义 中东国家认为中东调解者的身份 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 中国也成为了重要的一员 而转折点就是在于 美国从中东全面收缩 其军事经济实力的衰退 和民主峰会的闹剧收场 让对力量异常敏感的中东国家发现 美国强权的动摇比想象的要快 已难以支撑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 而二战之后 石油就成为撬动国际局势的支点 美西方对中东的高度重视和布局 都是和这种战略资源息息相关的 而美石油公司 更是美国和沙特深层绑定的传锚 石油外交一直在世界格局变动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观察今天的俄罗斯和欧洲冲突 你就会发现 天然气是其中争斗的关键问题 在欧洲拒绝俄罗斯专制的天然气 面临断气危机的时候 俄罗斯与中国又达成新的天然气供应合约 让美国迫使欧洲以自残的方式 胁迫俄罗斯让步的企图落空 这也加剧了美西方的愁华心理 当然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 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大规模的生产 美国引游一个重要的石油进口国 转向一个石油输出国 其油气出口和中东地区产油国 形成了直接进质的关系 美国通过打压或者抬升石油价格 影响国际局势的手法 更加的变幻莫测 与沙特的利益共同体 产生了巨大的裂痕 加之保护费不断的涨价 让沙特等海湾国家觉得单单依靠美国 已经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 必须寻求预外大国的支持 而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世界工厂的地位 也为整个中东地区提供充沛的物资供应 中东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屡创新高 已经形成很强的产业互补效应 在新时代新能源转型的时刻 转向中国就是压住未来 也是符合起国家利益的事情 而土耳其则因为四面出击 树敌过多 遭到了美西方金融资本的阻击 国内的货币里拉面临的崩盘危机 环顾世界除了中国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救助于二 转向中国也是其无奈的选择 下面我们就要提一下中国的外交格局 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王爷外长的讲话非常精彩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一下 我们认为中东人民才是中东的主人 中东从不存在权力真空 当然也不需要外来家长 事实一再证明 中东要稳定 国际社会可以助力 但不应添乱 中东要发展 外部模式可以借鉴 但不易照搬 强加方案盲目移植 往往水土不服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灵丹妙药 所以说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模式 是迥异于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新图景 中东没有权力真空 也不孝外来家长 这句话直指一神教国际体系的弊病 零和原则和帝国争霸 纵观人类历史 人类的生存史是一场连绵不断的悲剧 血淋淋的弱肉强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人类才在空前的浩劫之后痛定思痛 联合国宪章和人权鲜言才得以出台 这位当今国际体系设立了基本的道德约束和法理依据 打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合法性 第一次声明对弱势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掠夺是非法的 国强壁坝的合理性遭到了抵制 而这种美好的愿景是人类前所未见的王道 一直很难落的试出 中国从外交五原则到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都是在构建这种符合人权的国际关系 因为中国过去实力弱小 美西方军事经济和话语霸权的强盛 中国的声音一直传播不广 而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 基于其帝国争霸的思路 强势推动中美脱钩 在全世界鼓噪所谓的民主同盟 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地攻击中国 反而给了中国理念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机会 中国的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美式的党同伐裔的帝国主义思路 有了清晰的差别 就像美国的民主峰会和中国的北京冬奥会 一方是直落为马 强力战队 另一方则是各国齐聚 其乐融融 美国所谓的民主峰会 中东地区只邀请了以色列和伊拉克 此次来访的六国家都不在其里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美帝从来没有听听毛主席 是怎么讲政治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这句话可以免费送给美国 对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习主席 和特朗普会见塞尔维亚总统 武器齐的不同场景 特朗普坐在白宫大班公中后 俯视着武器齐 而武器齐坐在一个小椅子上 也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价值观 对不同国家的和民族的尊重 是一个基本常识 而这种平等的常识 在美国人看来 反倒是对其帝国的侮辱 而此次来访的沙特外交大臣 费萨尔当着王毅外长的面说 沙特坚定支持中国 在新疆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给了美西方新疆种族灭绝谣言的 重动一击 中方已向土耳其传达了 在历史民族的认知差异问题上 通过双边渠道加强沟通 增进相互理解 土耳其也对此表示理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超级文明性国家 中国人自己的团结 就是最大的盟友 泱泱中国的气魄 从古至今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需要特别组建各种联盟来壮大 希望美西方可以隐晦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邱老师的演讲 我们也非常期待 张老师 邱老师一起来进行圆桌对话 刚才我们在说中东外交新突破 我一直在想这个新突破到底在哪 听了邱老师演讲 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体会 乍一看的是中东六国外长来华访问 但您看这六个国家之间 平时不一定会有这么和睦的关系 有可能还会有些摩擦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国家 能够齐聚中国 这里头确实是一个新突破 这次来的最精彩的是 实际上伊斯兰世界的三个板块 逊尼派 什叶派 突厥都来了 而且一个月之内靠得这么近 有的九十同时在无锡 那么这我觉得就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在压保中国 一个是经济层面你看得出来的 就是因为美国随着这个自己的油气资源开发之后 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已经大大的减少 中东现在石油最大的买家是中国 是传统能源 那么这些中东国家 特别是海湾国家 他们现在就要考虑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传统能源以后用尽了 或者是大家都用新能源了 所以他们再次压保中国 认为新能源就得靠中国 确实中国现在是无论太阳能 风能 电动汽车 中国都是最大的投资者和产品的制造者 再加上整个基础设施 改进也要靠中国 所以这个是真的 与世界上有更快的速度向中国倾斜 这就是一个迹象 西方是搞这个结盟 我们是朋友圈 这些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 然后我们在这里触合 劝合 同时呢又跟他们发展这个经济关系 你仔细看很多合同是不得了的 美国把伊拉克打得一塌糊涂 但是最后恢复建设 只能靠中国 无论是硬实力 软实力 资源 工程师 施工队伍 资金 这个整个的工程的管理 可能每个国家在某一方面有 只有我们全部都有 中东那么多国家 可能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不一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 它都有一个发展的需求 富裕国家 它也需要面对发展的命题 中国跟他们构建非常良好的 双边合作的关系 就可以把发展的这个事儿 共同地做起来 您刚才还讲到一个关键词叫促合 您也说了 中东的这些板块 它可能彼此之间不合的事儿挺多 那有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一些交流 对话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非常重要 对的 非常之重要 新突破 其实最大突破就是 他们集体来华了 因为这个事儿 以前只有美国做过 劝和促谈 像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一般都在美国谈的 从来没有这么多 这么强大就整个伊斯兰中东世界的代表 通通到中国来讨论这个问题 也可以协调自己的关系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国际外交他们经常有打牌论 其实大家都在打牌 我们从前面讨论的阿拉伯国家 或者是伊斯兰世界 它其实对强权很敏感 所以它也带有强权及真理的观点 他们其实非常希望引入中国来制衡美国 我们的望意外 回答就是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 这一点既是反对了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行为 第二点也表明了 中东应该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 我们的态度 就是我们不会去形成和 依从美西方这种帝国强权争霸的道路 不会做一个强权进入权利真空 来跟美国进行争夺 我觉得这种思路是中东一直陷入 纷乱不止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对 就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制衡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的思路 其实是基于这个地区绝对的尊重 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中国发展模式特点是 把发展本身放在最核心的地位 这个对他们非常有启发 我看海湾国家一些报纸的报道 他们原来都不知道有个无锡 去看了一下是山清水秀 而且也很现代化 经济这么发达 高度现代化 他们从沙漠的这样的国度 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印象非常之深刻 背后是展示我们中国模式 就是一心一谋发展 有时候你这两个国家矛盾 暂时各自一下先发展 从事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这个总体水平提高以后 对你改善两个关系有帮助的 我相信我们专门选一些中国不同 你看上次在桂林吧 跟俄罗斯 青岛 我们有一些考虑的 除了疫情原因 还要让他们看看 中国各个地方的 然后你们了解中国是 文明型国家 里面丰富多彩 然后以发展引领的中国模式 带来的奇迹发展的变化 您刚刚说到发展 我们在观察中东的时候 都会说到它的漫长的 这种纠缠的历史 包括宗教 大家属于不同的派别 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 那未来他们有没有可能 搁置一些争议 或者说可以超越以往的 这种千百年的羁绊 有可能吗 可能总是有的 但是非常难 因为这个矛盾是上千年了 你问任何一个资深的外交官 包括我们驻那些国家的大使 包括连岸国的秘书长 副秘书长 只要了解中国都说 这个是永远解决不了 都很悲观 这是一个普遍的感觉 因为这个矛盾太深 它背后有西方大国 这个是亲我的 这个是反我的 西方特点就风而至至 这是它一贯的做法 对 本身的历史宗教的纠缠 再加上域外势力 在这里头故意起的作用 就会导致这种对抗 生生不息 但就像刚才我们两位讨论的 就这个地区要发展 还是要相对共同的一个理念 其次是不是能够 把过去的那些 稍稍地放在一边 对的 其实曾经有过的 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 说你看看基督山伯劫节 就知道当年西游人 怎么看待奥斯曼帝国的 不仅道德 军事 经济 都是超他的 所以说伊斯兰世界 曾经非常优勇大度的气魄 今天这样子应激反应 就当你在被迫害 被打击 被凌辱的时候 稍微一点刺激和敏感 它就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冲突 那么其实再加上 域外大国的操弄 就导致了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解 是在解什么来的 有解就是说实际上 你帝国主义 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和这种霸权 你撤出中共离去 你这个嚼石工在那 这些国家永远不可能安静下来 就算你想平静下来 它马上会挑动你发生动乱 你不想动乱就得动乱 所以说这些中东家 会向中国来求援 就说你来制衡它 制衡会导致问题更加的复杂 那么其实美国撤离中东 全面战略的收缩 我认为其实给了中东 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他们现在又在讨论重返中东 那么其实不客气点的话 你美国离中东有多远 什么叫重返中东 这个地方和你有任何关系吗 你才这样驻这么多军 挑动这么多事情 设立这么多军事冲突 这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霸权问题 所以今天这是一个 非常难解的问题 所以您看王一外长的一段话里头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中东不是权力真空 某些域外的势力 误以为这个是权力真空了 要急着要回去了 就生怕别人来制衡了 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思路 这个意思的话 当年周总理也跟尼克松说的 尼克松说如果我们离开越南的话 可能会出现权力真空 后来总理就说了 说是你们美国人过去 一直这么说的 说你们离开了中国 中国就有权力真空 离开那也权力真空 实际上没有权力真空 人民都会把它填上 对 这句话太妙了 人民都会把它填上了 中东人的命运 要掌握在中东人自己的手里 那另外我们再说到 中东外交新突破的时候 当然也要看我们中国 跟中东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 有哪些新的看点 应该说就是 中国总体上和中东国家的关系 都是相当不错的 早在八十年代我当时做翻译 走了十几个中东国家 科威特我们就谈那个投资保护协定 当时就谈下来了 那么现在因为主要是我觉得中东国家 看到了就是美国在衰落 看到了这个和中国合作更靠谱 所以你看前段时间就是美西方 拼命地炒新疆什么种族屠杀 中东国家没有支持的 一个都不支持 这个其实就是对美西方的炒作 最大的打脸 对对对对 中国现在证明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所以美国人挺害怕 我们现在跟沙特我们说的是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我们用这个词啊 美国人想想沙特是我们的门国 怎么变成中国的好兄弟 沙特也这么说啊 所以这个就是巨大的变化 然后你看我们跟伊拉克的合作 美国人很嫉妒啊 我们一个叫石油换学校的协议 就我给你建一千所学校 然后你给我石油 美国人想都没想过 这是中国博士的一部分 对你看多么的灵活 而且其实对伊拉克的发展 它有绝大的助力 你看它解决的教育基础设施问题 同时还解决了当地人受教育的问题 绝对是功能很多样的 这个其实我们中国 一直在支持阿拉伯事业的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改变过这个观点 但是过去的话 因为我们实力比较弱 你说这种正义的话 人家全当听不见 我们今天谈这些问题 也是中东国家认识到了你的实力 所以它也是一种主动的突破 它愿意来找你来谈这个问题 所以一下达成了很多协议 主要当然从经济方面 中国和海洋合作委员会 要进建一个新的倡议和结盟 还有这个今天落实和伊朗的25年协议 这要启动了 还有我们的新疆问题沙特 都来表达非常清晰支持中国的态度 这些一系列的突破 其实今天他们集体来访 是落实之前达成的一个意向和观念 对 您看中国对中东的外交 那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始终是秉承了 对他们最大的一种尊重 现在即便中国的经济实力 综合实力强 我们跟他的双边合作之间 我们依然基于绝对的尊重 您看王毅外长的所有的表达 都是你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中东人的事物要中东人自己来决定 不需要教师爷 这种尊重我想他们都是体会得到的 好 我们再来开启现场对话 我们看看现场的朋友们 有些什么问题 好 有问题举手 来 欢迎这位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刘鼎星 是一名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就读的大四学生 近年来土耳其一直推行强势外交 然后经常与美国的盟国产生一些矛盾 这构成了土耳其问题 我想问这个问题对于中东地区的安全 有哪些影响 谢谢 上中土关系原来是相当好的 我当时八年第一次去土耳其 当那个总统家埃夫伦 他对中国特别友好 后来这奥尔端上来之后 确实搞出突厥主义 特别支持新疆的一些分裂主义活动 所以利用我们的关系都受到了影响 双边关系 同时它四面处境 叙利亚 利比亚 高加索地区 现在搞这个突厥国家联盟 我们态度比较谨慎 但最近我觉得它可能是陷入深度的经济危机 这恐怕也是它这个调门稍微降了一点的原因 它经济上绝对需要中国的帮助 但是这个民族是非常自豪的 特别你到土耳其 到伊斯坦布耳其 过去也是的 到处都是奥斯曼的历史的照片 图片 文物 展览 博物馆 那么这种民族感情一旦激励起来 容易形成一种就是 或多要带点这种扩张主义 沙文主义的倾向 然后二端又非常强调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们最终要找到一个合理的界限 我觉得不能走得太远 否则是跟周边国家关系会变得非常紧张 对 您刚说这个合理界限 它的这种自豪感 其实中东世界的很多国家都有 那大家如果都可以因为自豪感 就可以往外扩的话 那这个矛盾会越来越深 是的 核心问题我认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国父是凯茂尔 凯茂尔在一战之后 其实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国家 它的选择就是什么呢 刚刚刚刚讲到伊斯坦布尔 这么伟大的城市 它不是首都 凯茂尔将首都从伊斯坦布尔 迁到了安卡拉 安卡拉是完全新建的城市 它迁的原因就是 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 是一个宗教最神圣的地方 根本不可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 所以凯茂尔意思就是 脱亚入欧 完全去宗教化 世俗化 他是一个西化主义者 所以他是彻彻底底地打造了 现代土耳其的政治制度 而埃尔多安的话 在近十几年来的话 他有一种宗教回朝的倾向 他陷入了土耳其是 伊斯坦教天然领袖这个陷阱 这个你意图恢复 西日帝国的荣光 你要有相应的实力 那么你这种模式 基本上所有的大国都得罪完了 所以说在经济上遭到了 西方的金融资本的阻击 把它里拉 基本上马上要打崩掉了 那么这种困局的话 只有他自己能想清楚 我觉得才有解的 突然我想起了 三密尔亨廷顿 在那个文明的冲突 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那本书里 他就说到 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观察的时候 他特别说 这块区域没有一个 特别大的大国 他列举了几个国家 都是比较大 但是不是绝对的大国 所以就像您刚刚说的 如果自己能够认清自己 然后把这个合理的边界界定好 这恐怕是非常重要的 安定之缘 像你讲到亨廷顿 他那个文明冲突里边论述 还有一个观点 我们可能不一定同意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他是有他的一定的见地的 他说未来世界 跟西方文明的冲突 主要来源于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 他加了一句 而且很有可能 这两个文明会联合在一起 来对付西方文明 他当时就讲了这个观点 我们现在不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至少是 中华文明本身 它是一个合而不同的文明 我们完全可以和西方文明 和平共处 互同友无 互相借鉴 我们非常包容 但是客观上 就是你对中华文明 和其他文明 保一山文明的排斥 导致其他国家 其他文明更多地联合在一起 也就不如今天讲的 我们要防范中国 俄罗斯 伊拉 联在一起 但事实上你看 一月份我们进行 联合海军的演习 这个是国际局势发展 是应该说 作为一个研究者 现在真的很精彩 很多东西值得观察 值得分析 值得思考 对 你看那么多学者 你刚刚说亨廷敦也好 不热金斯基也好 都对这些大势的发展 尤其是热点地区的发展 做过一些预判 现在这些预判 居然被他们预言 其实他说的是不要这样 但最后就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有其他朋友 有没有提问 欢迎这边 来 欢迎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你好 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的 大三学生潘家乐 欢迎 中国和中东的文明 有哪些相合之处 如何进行交流互建呢 谢谢老师 你到土耳其去 他们会告诉你 我们土耳其菜 是仅次于中国菜 世界第二好 真的是 他首先还承认中国菜最好吃 他承认中国菜也还不更好 我不知道土耳其朋友 然后那次 我跟他们聊文明型国家 他们现在说 他们也是文明型国家 有些学生也这么说 然后我说我们这个 如是道 相处得很好 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宗教战争 他说我们土耳其 对东正讲 我们也是包容的 就实际上在学者 在老百姓这些交流 我们觉得到阿拉伯世界 是非常自在的 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他们也注重亲情 也注重家庭 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你看一带一路 几个阿拉伯国家 都是赞成的 悠久的文化 文明之间还是可以对话 这个其实我们的历史交流 真是源源流长了 四头四头就是 我们中国通过阿拉伯世界 然后像这个主流 而且中国一算 要最早来源 是从泉州进来的 不是像大家想象一样 是从西北进来的 这是海上四头之路 海上四头之路的七天 所以说在泉州 那个清真寺是最古老的 它的中国化非常彻底 完全是中国模式 上中国的四大清真古寺 都是完全中国模式的 构型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非常长久的一种交流 我们中国的穆斯林 像新疆的 它其实也是和中东地区 有着非常清晰的来往 但我们今天讲的宗教中国化 其实就是说将这些宗教极端主义的去除 让它符合我们中国的 原初的教义相结合起来 所以这是很多做得非常好的 因为伊斯兰教中 很多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模式 和中国道德是相通的 比如说校养老人 多子多福的观念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像当代 今天的话 像广州和伊乌 现在穆斯林太多了 因为这个我们设计 大量的进出口贸易的问题 你要大家去伊乌看就知道 全世界所有中东国家 最好的餐馆 各样遍地都是 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亲切 因为它那个饮食和新疆是很类似的 所以我们特地为他们新建了一座义乌大寺 清真寺 还有一点是 这更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长期搞宗教调研 有一个宗教信统类似跟我说 他说我到全世界转过之后发现 说中国其实共产党执政是最好的 因为你们不歧视任何一个宗教 在你们看来你们都是宗教 这个就 这句话很有道理 所以它是一世同来对待你的 你像刚刚讲的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他原来叫军事坦丁堡 就是他们攻灭了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是东中教的大主教座堂在那 只有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罗马主教才敢称自己为罗马教皇 罗马的正统是在拜占庭帝国的 那么其实在伊斯兰教说起来很尊重 实际上我们去看过 它那个东西教教堂都悄悄地小小角落 表面是尊重你的 你要到欧洲国家可以看到 伊斯兰 今天也是很受压制的 就是他们以宗教于导向 他会不由自己都会歧视你 你就会感到你被歧视这种氛围 而在中国 我们认为你武大教都是一样的 你们都是宗教 是 我之前曾经有机会走过河西走廊 来回走了两遍 真的是赞叹雨 我们在千百年来 那么长的时间 在这么古老的商道上 就有那么繁茂的贸易往来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历史当中 继续去寻找这种对话 去寻找这个互相交往的智慧 好 我们再来看这边的朋友 来 欢迎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马晨迪 欢迎 我是一名中学历史老师 欢迎你 我们知道自伊朗的重要军事将领 苏莱曼尼被暗杀之后 美伊关系持续趋向紧张 近来美军高调宣布 要在中东地区和多国举行 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练 军事的这个威胁和挑衅的意味 非常浓厚 那么美军是否会进一步加速构建 针对伊朗的战略包围圈 谢谢 我自己觉得就是 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美军现在这样做呢 虚张声势的感觉更强 表现自己的存在感 另外呢就是伊朗和俄罗斯 你看伊朗新总统是对西方比较敌视的 在加强和俄罗斯与中国的协调 那么我想这也是对美国 或多或少一种制约 有时候我不得不就是佩服 这伊朗这个就是坚定的意志 面对着超级大国毫不退让 对 而且这么长时间的制裁 这么小的炮艇 就朝着美国的大军舰开过去 你稍微越点界我就开过去 想你滚就这样的 把美军大军就压在那个船上 想你磕头就这样 他敢这么做 我觉得他是背后是一种文明的自尊 他觉得我不能被你欺辱 您用了自尊这个词 其实大家观察美国在中东 尤其是跟伊朗彼此之间的动作 刺杀他们的将军 刺杀科学家 然后包括推出伊核协议的谈判 好像做了很多很多动作 但你仔细再来看这些动作之后 到底又产生了什么效果呢 尤其是最近据说 美国方面收到的这个情报 是说伊朗的相关核活动 一直在发展 所以他们又急了 觉得这个推出伊核问题谈判 是一个很不好的决策 美国不想放弃中东 他所谓要重返中东 对他自己到底有多少好处 其实我觉得这是攻守之势意 现在不是美国在进攻 现在是伊朗在进攻 美国在防守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已经完全转过来了 因为你现在美国在这收缩力量 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说他当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驻军几十万的时候 都没敢去搞伊朗 今天你拿什么呢 今天你看阿富汗的彻底溃贝 哈萨斯坦刚刚也搞了一塌糊涂 那你拿什么去威吓这个伊朗呢 我们只看到他 美国刺杀了苏莱曼 但其实没看到是伊朗什叶派势力 在极度在膨胀 他现在的野门战争 是他们的代理人战争 其实是伊朗的什叶派势力在全面进攻 美国是在被迫防守 所以他这种叫嚣 我觉得是一种帝国西洋的一种抑郁而已 我就想起来 我们这个英国著名艺术家 那个几本写的 这个罗马帝国衰亡史 就是说帝国的过度扩张之后 他进入一个停滞状态 当你开始收缩的时候 一般就是这个帝国的衰亡的开始 而且他评价 罗马帝国说得非常之好 他说这个就是在共和体制掩护下的一个君主政体而已 你要今天看美国的话 美国以新罗马自居的 所以说这种帝国的这种西洋 我们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所以他这种在我看来就像毛主席的话讲 就是一个纸牢虎而已 虚张声势 其实说别吓人了自己 就是他以往善用地把一个地区的安全局势搞得乱乱的 同时呢军事配合美元 在为自己收割一波资本的利益 连这个做法 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都看明白了 好 我们再来看 这边还有没有朋友提问 两位老师主持人好 我叫左培颖 是一名外事岗位的工作人员 欢迎你 那么今年是中夷两国建交三十周年 两国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美国其实也对以色列政府多次有施压 要求他们终止与中国的一些基建合作等等 所以我想问 对于未来中夷两国关系的发展 两位老师认为 就是我们会面临哪些具体的挑战 谢谢 你讲的对的 我们特别涉及这个军事领域的合作 美国干预得非常厉害 过去的无人机 预警机 都签好合同了 开始做了 然后美国介入 介入之后终止 然后就商讨这个根据合同赔偿 这个是的 但以色列是个有一定独立性的国家 所以我们不要被简单地给它加一个标志 它完全是听美国 不是的 你看 那个我们上港集团 给以色列建立一个港口 就海法 那个最现代化的集装箱港口 远远超过美国 美国没有这么现代港口的 以色列没有 中东地区没有 我们该建立最现代港口 建成了 美国一直反对的 但以色列坚持下来了 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 所以还是很多地方可以发挥作用的 不要完全看错 它一定是百分之百听美国 它有很多领域内 有很多潜力 我们把它充分地调动出来 我硕博士都搞了犹太人和犹太教研究 工作以后十一年搞伊斯兰教研究 所以说我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对着深刻的同情 他们祖上是兄弟 今天变成这样的一种格局 我认为犹太人和美国关系非常怪诞 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 实际上犹太人在多数的地方 是在美国 不是在以色列的 所以还在以色列建国之初 就很多犹太人就会反对以色列的建国 他说上帝注定了犹太人要流亡 你们人为地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把我们暴露在全世界的火力之下 永无宁日 所以在这点 和我们和中一间合作 我觉得因为以色列人 犹太人在全世界 他不仅在以色列 他全世界泛不非常广泛 我们的合作模式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没有必要用政治路线来划线 这样我觉得是更好的 可以和美国这种帝国独霸 这种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对 就像张老师说的 我们是有朋友圈 我们跟朋友之间 我们进行的是双边的合作 双边的贸易往来 包括跟以色列也是 在农业 在水的治理 很多方面我们长期以来都有合作 那现在我们已经三十年了合作 那将来的合作还会继续发展